頒獎給新臺灣文學之父賴和的家屬 後代副總統賴清德出席賴和小行星 國際發表會強調賴和也是一屆典範 更是臺灣民主運動先驅 他會秉持賴和精神繼續努力 上任後要延續蔡總統路線深化民主自由 讓臺灣在國際上發光發熱 但隨著520逼近 外界持續關注隔魁人選 面對提問賴清德沒回應 但隔魁人選前民進黨主席 卓榮泰呼聲最高 傳出卓榮泰日前出席同鄉會活動 跟綠營黨內要繳餐序 眾人拱喊卓院長 而卓榮泰則笑回冷消微 卓榮泰笑笑帶過 但黨內人士分析 在嘲笑野大情況下 第一任格魁是燙手山芋 除了要跟賴清德有深厚互信基礎外 卓榮泰當過黨主席 被譽為黨內終生代大師兄 且身段柔軟協調能力強 或許是各派系都能接受人選 來做多加的揣測 你有被賴復徵詢過嗎 他有問過我其他很多的問題 這個問題沒有問到嗎 這個問題沒有問到 主動態低調 不願證實 但出席活動大談食安議題 似乎也有隔魁架式 內心的人事佈局逐漸明朗化 三十五零開局用部 Essential的台發導